就算是吃屎,我都要吃屎尖借 那说出这句话的刘晓清言武则天 真的是本色说言 上期说到 武则天进了李世民的后宫 宠庆后瞬间失宠 那面对职业生涯的坠落 武则天会怎么做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到 硬核解说武则天的一生第二期 武则天失宠后受宠的是徐慧 那受攻击的自然也就变成他了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女子是乌合之中 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宅斗宫斗不斗男性 终究是女子之间的互相伤害 不过武则天看到徐慧之后的反应 和大部分人不一样 你比我强 那我就得弄明白到底咋回事啊 这里徐慧是坐着桌子写字的 那梓美刚看的时候呢 也觉得有点奇怪 后来查才知道 其实唐朝时期的家具呢 也迎来了大变革的时代 以前的贵作 慢慢的变成了 类似于现在人这样的垂足而做 才人妩媚 特来和姐姐生风冲容 我为姐姐感到高兴 你是想来问我是如何侍奉皇上的吧 不 姐姐 那就是想问问 你是如何失宠的呢 是想看一看 我是否比得上你的美貌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审心啊 一下子三个想法都点到了 不过因为剧中武则天 是断崖式的失宠 他逻辑很清晰 第一步就要弄清楚 自己到底哪错了 然后武则天就听到了 改变他一生的话 但是自己难道错在太漂亮 错拿你的还得来找答案 王公公 就上这一块了 这手势有愧 王公公 武才人还有什么事啊 皇上为什么不喜欢我了 是出了点岔子 说起来倒是不怨才人 可是 谁让你偏偏姓武呢 姓武 确认了不是自己犯大错 那就接着跟着业内的顶尖选手 学习起来 又跑到徐霍这儿来了 武则天作为国公和杨家的血脉 小时候的教育很好 五岁就开始读书 接触儒学 也因为这个缘由 两人之后的结交 才更加的有敌方式 古往今来 只有昏君 才会迷恋女色 而当今天子 是一代明君 皇上是喜欢姐姐的才华 徐慧确实是才情出众的后妃 贞观末 太宗数调兵 讨定四夷 稍稍致公事 百姓老远 徐慧古耿尚书 表达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的进步思想 太宗善其言 幽次深厚 他的这篇上书全文 共计九百多字 后背旧堂书徐慧传 和全堂文全文收录 那徐慧给的方案呢 很有路径依赖 就是无为而至 就是多读书 等着皇上宠兴 倒不如 倒不如怎么样 姐姐 你就告诉我吧 宫内有所内文学馆 每日 请年老博学的宦官 讲授儒学 诗文和书法 不过 到那里去的人 都是年老色衰的 工人 和侍女 像武才人 这么年轻美貌 不知 肯不肯去 五妹娘谢谢姐姐的指点 后宫开学校 其实跟电视剧里面演的差不多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官交博士二人 从九品下 掌教习工人书 算 重义 内文学管理中书审 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 掌教工人 武则天十四岁进宫 之后学习的 就不是儒学启蒙了 其实是高级课审 那已经有才学的徐慧 怎么跟唐太宗相处呢 招来 临近台 庄霸赞陪回 千金是一笑 一照 俱能来 嗯 好诗 好诗啊 哈哈哈哈 臣妾失礼 信手写来 请皇上恕罪 嗯 嗯 好啊 你居然敢调侃于真 臣妾知道皇上不会降罪 才拿给皇上的吗 这首靖太宗确实是徐慧所作 写的是皇帝召见 女子本应柔顺 但徐慧却非要君王等一等 故意把皇上给惹极了 又反过来做事来调侃李世民 老皇帝虽然身体不够了 但就喜欢这种情趣 但是不耽误他 欣赏美色 你的才学加上妩媚的美貌 那朕还要夜庭宫干什么呢 既然皇上不能宠信妩媚娘 又想见到她 臣妾倒有一个主意 可以两千其美 徐慧贤德主动提方案 扁武则天做御前宫女 能天天看到了 但是毕竟是待遇不如从前了 虽然是帮忙 也得是本人愿意 于是有了正座后宫女子 现在最常见的那一招 冷宫游 就这里的疯女人 给女主行李的戏 二十年后的大儒传 还在那学呢 后宫女人肯定是悲大于喜 那么高高在上的公主 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高阳公主出场 即是打猎的场景 打猎是唐初皇室 最热爱的一个活动 龙戏讲舞 将打猎作为一种 上舞的精神保留了下来 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 类似于阅兵的作用 那那时候的唐朝贵族女子呢 也不在话下 不过高阳公主 戴着这种帽 要一直到武则天主阵之后 才开始戴 这时候唐初的女子呢 还都是只能戴着那种 包裹头部 遮蔽全身的秘离 可惜你母后把你错生成女子 若是个男儿 倒可以替父出征了 父皇 儿臣叩见父皇 要儿子 儿子道 但是是稳弱的那个 新唐书中对李治的评价 最多的词就是如人 孝顺是真孝顺 李世民伸了大毒疮 李治还亲口息笼 由此博得了不少好感 不过看到万寿帝君 这么唯唯诺诺 还也是不大习惯 父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又不是上朝 何必这般郑重 钟爱卿平身吧 谢万岁 陛下 房玄陵出场 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大功臣 因为死得早 和武则天的发展呢 其实并无太多交集 陈房玄陵 奏请陛下 早日回宫 出了什么事 陛下打猎 离朝已久 陈恐怕 上来就劝李世民 别玩了 这很符合那时候大臣的状态 作为纪小本本第一名 魏真就因为唐太宗打猎 说过 教旗之处 道徒遥远 清晨而出 入夜方环 以池臣为环 噢我亲爱的皇帝陛下 您可千万别太高兴了 父皇 才过几天书信日子 祝罪 起驾回宫 但是一切也都是有原因的 人家提着脑袋 让你当了皇帝 怎么能不听劝呢 但是高阳公主为啥态度这么差呢 因为她要嫁到老房家去了 我堂堂大堂公主 怎么能下降宰相之子 再说房一爱是个窝囊废 房一爱据记载是 但帅无学有武力 还随唐太宗 争讨过高沟黎 高阳公主十分任性 对于她与房一爱的感情 记载就比较暧昧 高阳公主 不一定爱丈夫 但是爱权利 房玄林死后 她为丈夫争取 敌长子的席绝权利 但是因为房一爱不是大儿子 被皇帝老爹打回去了 后来这夫妻俩 还不满理智的统治 密谋政变 对唐朝的政治局势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前面看到武则天 作为才人的情怒坎坷 那作为公主不开心 那怎么办呢 这是你母后留下的女则 上面写了 一个女子该如何恪守复道 给 你拿去好好读一读 老爸让他去看吕泽 那除了爸爸呢 公主像一匹骏马 结傲不逊 我行我素 我的儿子却是懦弱 无能之辈 这样的婚姻 怎能不叫人担忧啊 房大人 尽管严加管教就是了 大力 毕竟是大唐公主 到时候 有老夫在 爸爸舅舅老公公联手 全方位治理一个女子 这种牢固的父权联盟 即使是公主 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婚虽然结了 不代表老实了 两人一同打猎 新唐书记载的 著名男小三登场了 贫僧在编撰大唐西域记 哦 原来你就是那位博学多才 年少有为的汴姬师父 贫僧正是汴姬 汴姬是玄奘的高徒 帮助玄奘 转成了大唐西域记忆书 而名造天下 在新唐书里记载 因查出高阳公主 赐予汴汴的金镇头 汴姬被腰斩而死 高阳公主是从 但是这是新唐书的记载 旧唐书当中没有这一段 因为正式的两个版本 至今高阳公主的这段婚外情 也是颇硕迷离 当年的选角真好 美男子的设定 就找美男子来演 光头都这么俊 公主的爱情就这么包办了 那皇子呢 发死 你们胆敢死闯东宫 管出去 剩下班旨 捉拿卵头 拿什么卵头 管出去 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 如何继承我大唐记忆 父皇 儿臣与兄长 情同手足 正是想到大唐的基业 臣 不敢不报父皇 知道自己的太子搞男童 这里感觉像是老四 李太挑唆的 但实际历史上呢 确实是唐太宗自己杀死的 还不止一个 是杀的南后公团 子纸通鉴记载 上文之大怒 吸收称心等杀之 翘让太子胜之 父皇明鉴 儿臣 绝无入主东宫之心 这里的李太 油嘴滑舌 历史上也差不多 为了当上皇帝 他甚至跟自己的老爹 打包票说 成有一子 等到成死的那一天 一定要把他杀了 然后把皇位 传给晋王 当时是把李世民 感动得一塌糊涂 但是 当这股激情退却 李世民恢复理智的时候 他发现了 他确认了 天下不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皇上 请用点茶吧 我为你啊 是 这是我看到本剧 除了算卦来说 最大的bug 如果唐三代后 女主武王真有歧视 不杀了武则天 也得把他赶得远远的 怎么能让他 天天听异处的大瓜呢 这里应该是服务剧情 混淆了 宫女和财人的职责 毕竟本来做财人 也是要做一些 端茶送饭的工作 父皇 父皇 儿臣得到密报 大哥成前要杀死儿臣 成前何意要加害你呢 大哥成前因拦统之事 记恨儿臣 又见儿臣受父皇处爱 担心我夺了他的太子之位 太子殿下觐见 儿臣叩拜父皇 祝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候离唐太宗驾崩 还有十来年 除了谋反 搞男色也不是啥大事 听说有人对你四弟起了杀心 父皇 儿臣早就听说 有人挑不离间 四弟与儿臣的手足之情 特来向父皇禀报 若父皇应允 儿臣愿将太子之位 让与四弟 好好好 这才是我大唐太子的金怀 都不用说了 来来来来 躲起来 太子和四皇子的斗争 还在体面的拉扯阶段 那后续理智又是如何杀出重围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的呢 武则天被贬为宫女 不服输的他 接下来要如何攀登权力的阶梯呢 我是姊妹007 一键三连 下期我们接着讲 女主舞王